1986年上映的电影《镊子》 是台湾电影时尚经典代表作 38年过去 陈锋的历史影带在现身 但画面色调时暖时冷 循环性变色 经过修复式巧手 画面变得稳定 发色也变得更加明亮 还有这部1979年发行的 殖民电影《小城故事》 原始母带因为发霉脏污 画面闪动破损 经过修复 让年轻一辈的观众 都有机会透过经典电影 一窥古早的台湾社会 修复我爸的一部叫黑白道 那部片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然后我看完以后 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那个是完全 他自己编导演的电影 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 致力修复台湾古早影视作品 除了镊子《小城故事》 影视听中心近年来 已经完成修复了 明导白景瑞的 寂寞的17岁 1969年今天不回家 台语片《再会17岁》等 共98部作品 每一帧画面都不简单 光是一部状况好的片子 可能都需要至少 两个月的时间来修复 影片的状况是好的 那我们修复的 希望是一个人 大概可以完成的 长度一个月大概是10分钟 像《小城故事》 它难度这么高的话 像这部片我们就 花了差不多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包含影像到声音的修复 加上调光 然后还有后面档案的制作这样子 今年度其实最大的成果 就像说我刚刚讲了 38年前的镊子 解岩前的一年 那时候的整个社会的氛围 那个叙事待发的氛围 我想余堪平导演 都把它记录下来 影像记录下的台湾社会 每个时期的背景跟脉络 透过修复 让老片再生 也让台湾电影史的拼图更加清晰 明时新闻综合报道